主席本院同仁 去年年度的预算是两兆三千四百七十亿 今年度我们一百一十二年度 政府的总预算是两兆七千一百九十亿 增加了三千七百多亿 现在都还没通过 所以行政院就提出 包裹全民有共识的超增税额 全民共享发贩现金的特别条例 所以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其实今年一百一十二年度 中央政府就增加了三千七百多亿的预算 已经是扩大内需的方式了 目前行政院来我们委员会审查的 这所谓的强化经济及社会任性 其实都可以在目前的一百一十二年度的 总预算里面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蔡野的各党团 对于目前这个提高经济 及社会任性的这一千亿 没有明确目标下要求不要过度的空白授权 希望在未来经济情势转变的时候 我们愿意能在行政院追加减总预算的方式 我们来特别处理 如果未来全球的经济情势 以及台湾的经济情势 有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国民党团都愿意共同来讨论协商 尤其是目前前瞻第四期的特别预算 两千一百亿 才在去年度十二月三十日审查完均 那是朝野有共识的部分 只要国家有利 国民党团都愿意与朝野各党团共同来协商 但是对于目标不明确的空白授权 国民党团绝对跟在野各党团一致的意见 就是勘紧民众的荷包 刚才郑运鹏委员提到的 国民党团阻挠了总预算协商的结论 我认为他是错误 因为我们不小心没有在总预算协商里面签字 才导致我们现在可以推进 这个发放现金的特别条例的议程 才能让他在委员会快速的审查 这是国民党团的条件 所以国民党团为了要让民众 仅数可以拿到超增税额 那么遣住